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個可以拿來測量反應速率的實驗 這個實驗用到的藥品有兩個 一個是硫帶硫酸納 硫帶硫酸納NA2S2O3 然後它後面有一些結晶水 那這個當然前面這個是主角 真的發生反應的是硫帶硫酸納 那另外一個是硫酸 那只要把硫帶硫酸納跟硫酸混合在一起 它就會發生一些反應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反應的外觀長什麼樣子 那這一杯是硫帶硫酸納 然後呢我現在把硫酸倒進去 大家看一下會有什麼反應 好你會看到有些好像黃黃的東西出來了 那如果在現場還會聞到一點味道 好所以你會發現說慢慢的剛剛一開始是透明的 現在變不透明下面的格子已經看不到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利用這個特性來測量反應速率 從透明慢慢變成不透明 那在那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反應的化學反應方程式長什麼樣子 好來首先來看一下它的反應物 硫帶硫酸納是這樣 硫酸納如果我們直接講硫酸納的話 NA2SO4這樣是硫酸納對不對 那硫帶硫酸納就是把一個氧換成一個硫 所以氧就會少一個 一個硫換一個硫 硫少一個硫就多一個 好用硫去取代 那就是叫硫帶硫酸納 那它呢跟鹽酸產生反應 那就是加鹽酸HCl 好那這個反應呢 剛剛我說會聞到一個味道對不對 這個聞到一個刺鼻的臭味 這個臭味來自於它會產生一個氣體叫做二氧化硫SO2 然後呢剛剛看到我們這次要來測試的那個主角 就慢慢讓水溶液變混濁的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水溶液慢慢變混濁 就代表產生了某種固體 好那這個固體是不太溶於水的 好那如果剛剛有注意到的話 它會看有點黃色的看一下 這有點黃色對不對 好黃色的 黃色的不透明的固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個方程式裡面的含有的元素 有一個黃色的不透明的固體 不太溶於水的 好 只有流啦 好 所以要產生流 好 那所以流產生越來越多 它就變得越來越混濁 越來越不透明 好 那你看喔 SO2S 那剩下還有什麼呢 好 那剩下的就寫一下 剩下還有H2O有水跟NAC 大概就這些東西 那我們再來平衡一下它 平衡一下它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當作1 流到流上如果當作1的話 有兩個鈉 那我們這邊就兩個鈉 有點擠 我現在下一行好了 加兩個 加兩個NAC 兩個NAC 那這個解決 那這個HCL這邊也是2 對不對 好 兩個 那水H2O 兩個氫 兩個氫 氧呢 三個氧 1 2 3 三個氧 兩個氫 大概就這樣 化學反應式就長這樣 好 到這邊呢 就是介紹剛剛發生的化學反應的 反應方程式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裝置呢 我們要怎麼樣來測量反應速率 好 那我們要怎麼藉由這個 瘤帶瘤酸鈉和鹽酸的反應 來測量反應速率呢 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用肉眼去看到說 這一杯本來是透明的液體 它慢慢變得不透明 那 當它的流產生的越多的時候 它的就越變得不透明了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抓一個點 就是 等到它整個遮住下面 下面有很多格子 對不對 現在應該是看不到下面的格子 所以我們就用肉眼去看它 從本來是透明的慢慢變成不透明 等到眼睛完全看不到格子的時候 我們就把碼表按停 所以我把瘤帶瘤酸鈉跟鹽酸混合的時候 我們就把碼表按下去 對不對 然後等到這個眼睛看不到下面的格子 我就按停 那我每一次都用這樣子的標準 去測量的話 你就知道說時間越短 它的反應速率就越快 也就是說 我雖然不知道裡面到底產生了多少瘤 但是我大概可以確定說 每一次這樣條件相同的時候 它遮住下面的時候 產生的瘤的量就是一樣多的 那每一次產生的瘤的量一樣多 那時間越短 產生的瘤的量一樣多 那這個反應速度就越快 所以我們有個說法 就是我們最後就測量時間 假設我今天測的 第一次實驗測了100秒 第二次實驗測50秒 那顯然100秒的反應速率 是50秒的1分之1 所以我們就叫這個 就是時間的導數 它走了一樣多的距離 時間是人家的兩倍 速率就是一半 時間是人家的一半 速率就是兩倍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是用每一次收集 一樣多的瘤 雖然我不知道它多少 但是我大概可以確定 它是差不多多的 那時間越短 反應速度就越快 所以我們就最後就會把 這個我們量到的時間的導數 當作反應速率 好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記錄的是 反應的時間 就是遮住的那個時間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記錄時間 時間T 然後呢 假設第一次T1是10秒 T2等於5秒 T2等於5秒 T3等於1秒 假設是這樣 那我就知道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 它可能就是 可以說叫做十分之一 那就是五分之一 第三次R1 R2你就可以說是五分之一 R3你就可以說是一分之一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來去得到不同條件下的反應速率 這個實驗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用眼睛去看 常常會有一點不太準 那每個人看的情況不太準之外呢 自己看了看久了之後 眼睛可能也會慢慢的 有點視覺戰流啊 或什麼的 不太容易判斷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介紹一個裝置 可以來幫替代我們的眼睛 好 好 那這個裝置我要說明一下 這邊是雷射 所以它就是一個光源 這光源會打到這裡 這邊是一個光免電阻 它可以測那個亮度 那這個測到的亮度呢 就呈現在這邊 這個數字 好 這邊有個數字叫做980幾 就是它被雷射照到的時候 它的數字就會 大概接近1000這麼多 好 那我現在用手去把雷射光擋住 你會發現它數字下來了 也就是說 我可以藉由這個光明電阻 去知道中間 有多少的 就是光被擋住了多少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說 當我手過去 幾乎把雷射光完全遮住的時候 數字可以跳到300多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告訴這個裝置說 我想要設定光線到多少的時候 叫做產生的流夠多到被遮住 好 那我們不要把門檻射太高 我們就射個大概800 好 轉一下好了 射個大概800左右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當光線的亮度低於800的時候 我就叫機器去認定說 那現在的已經遮住了 好 那我的每一次的標準就是抓一樣的 好 那所以呢 大約就好了 這個數字本來就是會有點浮動亂跳 好 那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按下按鈕 好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 現在的亮度是982 它的門檻呢 現在變成799 好那我現在按下這個紅色按鈕 它就會幫我開始計時 好 這邊就有個碼表開始計時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它被遮住 它就會碼表就停下來了 就是5.87秒的時候 就是被停下來了 好 那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得到每一次 流帶流酸那 遮住這個光的那個時間 好 用這個方式來得到我們的 反應速率的數據 那接下來呢 就由我這邊來做實驗 好 我們就來開始進行 反應速率的實驗 好 那這個 試管裡面裝的是 0.5M的鹽酸 大概是20毫升 然後試管的位置調好了 那這邊就只要確認 一開始的那個亮度 的數值 現在是900多 這個是正確的 代表雷射有準確的打到光明電腦上 那就可以開始做測試 好 那我現在設定的門檻是801 好 那接下來就開始來做測試 先把0.2M的 流帶流酸那 好 加進去 那我就加完之後再按按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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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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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停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数值 这里大概是76.95秒 所以这是第一个 0.2M的硫带硫酸钠跟硫酸的反应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下一个 这个你看一下 下一個的話呢 這個就先鬆開 第一個是76.95 那接下來呢 要做的是0.4A的 所以就拿0.4A的 OK0.4A的 那來確認一下它的亮度 988A的OK 那我們就可以一樣倒進去之後 再開始計時 0.4A的倒下去 開始計時 好 那這個時間就到了 這邊有39.05秒 這是第二次的實驗 來看一下第三次 好第三次 就放回去 黏酸 進來調整一下 下試管的位置 好調好之後 拿0.6A的 0.6A的在這裡 這是0.6A的 瘤帶瘤酸 按鈕先鬆開 這個倒進去再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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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數值 來看一下數值 這個是 大概是26.69秒 26.69秒 好 第三次 再做第四次 好 示範放著 調一下角度 OK 好 第四次 這邊 0.8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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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1.39秒 好 最後一次 好 這一次 好 1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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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這第五次 17.86秒 那這個實驗 都做完了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 實驗數據呢 拿去這個 畫成 濃度跟反應速率的關係圖 看一下濃度 以瘤帶瘤酸汗的濃度 跟這個 瘤帶瘤酸汗 與鹽酸 產生沉澱反應的這個反應 反應速率的關係是如何 可以試試看 把圖畫出來 好 那以上的實驗就到這邊了 以上的實驗就到這邊了 好 好 感谢观看